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具体是怎么讲的 有一个旗舰大学的老师给我安排一份工作 是一个私立的英语培训机构 但是我到了现场就发现教室条件特别差 教室里电脑 投影机什么的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提这些呢 因为我想说的是 尽管一开始条件很差 但是到最后教学成果还是挺好的 原来是这样啊 你知道期间大学的访问学者赵老师也去你的演讲吧 我看到他了 我从他那里听到的可不一样 他可能没听清楚 他以为你的目的是说中国的不好 他当时就觉得特别没面子 林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但是赵老师非常不高兴 你想想 毕竟他是唯一在场的中国人 看到一个美国学生说中国不好 肯定不太高兴 好 不懂了 那我这就向他道歉 不要现在吧 那我之后给他手写一封道歉信吧 这样可以 你写完了以后给我 我帮你转交给他 谢谢林老师 实在不好意思让您费心了 没事 那就这样啊 好的 谢谢 嗯好 拜拜 喂 喂 林老师吗 嗯 浩德你好 老师谢谢您帮我把信 转交给赵老师 请问他看了我的信以后 有没有说什么 他觉得你手写信很贴心 他觉得你手写信很贴心 也明白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他不怪你 没事了 以后你多注意就行了 那太好了 谢谢林老师 嗯没事 嗯好的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赵老师 新年快乐 哎 厚德 新年快乐 这是我的一点新年 哎呦 祝您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谢谢谢谢 太客气了 也祝你工作顺利 哎我听说你们好像最近要搞一点新年活动什么的 对吧 是的 好 好 感谢观看